哈囉,大家好,我是腿 沒有錯 答案安 那這部影片我要介紹藥劑師的就職流程 不過一樣我要先說 就跟廚師不能沒有獵人一樣 藥劑師也不可以沒有僑伏我 所以如果你想要當個特輯藥劑師的話 一定要先開一隻角色去通過僑伏考試 或者是認識一個僑伏當朋友才可以 那至於藥水的功能應該就不用我多做介紹了吧 就是補血的道具 出外練功一定需要補血道具 所以平常一定要記得跟藥劑師當朋友喔 那麼首先我們從西門出發 那我們的目的是聖拉盧卡村啊 相信大家應該看我去過很多次了 不過沒關係 就算走了一百次 我也是用走的,好不好 不管幾次都找給你們看 以免第一次看影片的人 以免第一次看影片的人 不知道怎麼走阿 那明天就要開服了 我自己是很期待阿 我不知道你們是不是也跟我一樣期待 不知道是不是能回到那最初的感動 老實說 我第一款接觸的線上遊戲就是魔力寶貝 那我當時玩這遊戲的時候 我真的是覺得超級驚艷 超震撼的 然後 就 不知道怎麼講阿 等了這麼久 卡住了 沒想到居然還可以等到 免費懷救服的消息 真是超開心的 因為其實在 要開服之前 還完全沒有消息的時候 我跟一些朋友就有在聊說 嘖 欸 好想玩魔力寶貝喔 好想玩魔力寶貝阿 然後 一堆原本收費的線上遊戲 都變免費制了 那為什麼我魔力寶貝不變阿 為什麼我魔力寶貝不變 沒想到 過了 距離上次我跟他聊天 過了一兩個月 居然就有消息了耶 真的是超驚訝 真的是超驚訝的 水喔 快要到達聖村了 那我們到達聖村之後 一樣重點 重點來了 只要到達一個新的村莊 沒有錯 到達一個新的村莊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就是 去村長的家 給他來個祭典 沒有錯 不管怎樣 一定要祭典喔 這是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先補血 不管怎樣 你一定要先祭典 不管怎樣 一定要先祭典 當我們祭好點之後 才開始做我們 該做的事情 好不好 那我們往醫院出發 找這個老阿公對話 哇,我在找 沒落草 可是這附近居然沒有了 知道那要草生產地的 只有三男的 哈格里特了 對了 你可不可以幫我去找 去他家 請他分一點 沒落草給我 只要看了這封信 相信他一定會願意把摩托草分給我的 請你在受傷的人 還沒增加之前 趕快去 拜託你了 好 完全沒有給我情報 就是三男 哈格里特 沒關係 我帶你們走 好不好 這次我們往東門出發 那我要先跟你們說 可能有些人是第一次 接觸到魔力寶貝這款遊戲的 新朋友 那 這款遊戲 完全沒有任何的任務指引 對 就是如果他給你那顆情報 他給你的情報 你要自己記下來 沒有地方可以給你提示 你只能自己記下來 那這裡是三男的家 我們找這個胡鬚哥說話 你有信要給我看嗎 對 哇 你叫做煞氣的雞翅嗎 這封信上有提到你啦 你要摩托草 不過很抱歉 我手上現在沒有 可以用這個當替代一瓶嗎 我還是去幫你找摩托草的 哼 他去給我一個替代一瓶 那沒關係 這替代一瓶是有用的 我們登出 來到這裡 貝蒂的家 一聽 大家肯定會覺得是個美少女吧 沒有錯 是個大漢 那我們跟貝蒂說話 哇 你手上拿的不是夢露草嗎 那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如果你願意把它分給我的話 我是要送你好東西 如何 OK 好高興喔 因為把它切碎拿去煮湯的話 喝了皮膚會好得不得了 欸 這個就當作蟹餅 送給你吧 拿到一顆 高級番茄 相信看到這邊 有些人知道 接下來要怎麼做 有些人不知道 那我只能說 老實說 我不知道 一般來說 我不知道啦 但是 這時候 一定是把那顆番茄 拿回去給三男吃啊 他不吃 那就扁他 不然 他給我們這顆番茄幹嘛 我也不知道 要把那個蒙鹿草給那個廢弟啊 這個任務真的是太厲害了 提示0 尋靠我們的想像力 欸 聽話一點好不好 哇 趕時間啊 大哥 可是我要幫你取個名字 這麼好聽的名字 猛將黃蜂王欸 喔 水喔 迷你蝙蝠卡 nice 那我們再去找 胡鬚哥對話 哇 這不是高級番茄嗎 真是又紅又便 又漂亮啊 給我好嗎 給你啦 哇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水果 好像很好吃 我剛剛要踩到 可以來用來製藥的摩托草 給你好了 OK 那我們這時候登出 要帶你們去飛一波 這遊戲的傳送 不是那麼方便啦 就是不是說 你按個道具就直接開飛啊 而是我們要去承包裡面 然後我們往左邊走 到達起承之間 到達起承之間 花五十元飛過 呃 花一百元飛過去 然後 往醫院出發 這次是找這個 年輕人對話 他說 哇 那個摩托草 能不能分他一些啊 我想做解讀藥 然後 哇 這個有救了 請我一定要當藥劑師喔 沒問題 藥劑師是我從小到大的夢想 立刻去當 我們走上二樓 找這個老阿伯 對話 nice 我這樣就就職成功啦 接著我們登出 因為事情還沒結束阿 我們還沒學到我們最重要的技能 那就是制藥 我們要走到西醫的最深處 最深處 沒有錯 最深處 正好 藥劑師即可 學習制藥 就完成囉 那 一開始我會建議大家 制藥方面 就做一些 一百的水或是兩百的水就好 因為前期的血量 大家血量都不會太高 那做太高級的藥水 成本很高 而且收的人很少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如果想要賺錢 而且還有使用性的話 就做一些 一百水或兩百水就好了 然後我還強烈的建議 藥劑師一定 也要去學個伐木 因為 伐木的地方都不算太遠 那 也可以幫自己神音變遷 那至於 伐木 要怎麼學 在下一部影片會介紹到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裡了 謝謝大家收看喔 另外如果你們想看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最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